日前,大陆方面宣布,8月1日起暂停,47个城市大陆居民赴台个人游试点,台当局露营政客嘴上说陆克不来就不挤了,是转型的好时机,行动上又在想办法拉陆克抢救观光,被网友讽刺口弦体质。 在大陆叫停赴台自由行后,台当局各机构立马对大陆进行指责,却不反思蔡当局近年来不断煽动对大陆敌意的做法。 蔡当局在过去的三年里,除了抱美日大腿,还搞出所谓新南向政策,试图通过加强同东盟及澳洲的经贸联系拉台湾远离大陆,叫嚣去中国化。 台驻日代表谢长庭7日,甚至对媒体扬言,大陆游客不来是个好时机,现在故宫真的很容易进去,101大楼也没人在吵。 原山饭店取消的人不少,对其他国家观光客来讲,是个好时机,可避免拥挤。 他还声称,岛内有些业者会受害,游客订房突然取消等,有的人会怪罪。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,日本或其他国家的旅客可弥补。 言谈间,大大摆出一副,陆游客不来也没关系的嘴脸。 然而,就在同一天,台湾当局的另一项举措,却完全自我打脸。 台交通部长林嘉隆7日表示,台当局正在研议振兴观光方案,其中包括开放陆游客与东南亚国家民众,从第三方入境免签等措施。 不只是针对已在欧美国家旅游的大陆民众,还要研究如何开放陆游客在返回大陆前,可以中途免签入境台湾。 陆营政客嘴上说着陆游客不来是转型好时机,行动上又在想办法拉陆游客抢救观光,被台网友讽刺口弦体质。 有台网友的留言一针见血,如果民进党认为陆游客不来对观光没有冲击,干嘛要搞这些措施? 还有网友讽刺,真好笑,陆游客大大方方来都被说是木马屠城,现在又开后门让人来。 口是心非的政党,有网友则反讽台当局此举是妙招,这么一来就可以把陆客算作,新南向的旅客既能赚到陆客的钱,又可以宣扬新南向的成果,让民众以为台湾不需要陆客。 一直以来,台当局利用大陆游客赴台大作政治文章,将这视为大陆对台,搞政治和情报渗透的重点管道,对大陆游客进行特殊盘查,刁难的事情越来越多,暗中追踪监视更是变本加厉。 今年1月,蔡英文更是旺称大陆游客,到台湾刺探情报,危害国安。 缓止高气昂的宣称,去年以危害台湾安全,唯有抓了174人,要求台形制机关强化对陆工作。 如今,随着台湾大选临近,台独势力利用陆客制造,更多事端的风险骤增。 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曾强调,民进党当局不断推进台独活动,不断煽动对大陆敌意,挑动两岸对立,严重破坏了大陆居民赴台个人游试点的基础和条件。 我相信,两岸同胞都希望两岸关系早日回到和平发展正确轨道上来,大陆居民赴台旅游能够尽快回复正常,健康的发展局面。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,如果想获取更多内容请订阅,谢谢。